好 那接下来要来理解的事情是 因为其实台湾很多民众很喜欢买高收益债基金 而且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是超过四分之一以上 是65岁以上的长辈 但其实看我们节目也很多是长辈 不是只有年轻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年轻人跟长辈分享 或者是长辈看完这一集之后就知道说 原来我买的高收益是内容是这些 原来它的实际上的样子是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外表跟它的真正的体质 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那简单来说现在高收益债基金 就是金管会有规定 因为大家看到高收益三个字 就会觉得它配息配很好 温贪的 温费的 但其实它连结的是 我们用白话文说它就是垃圾仔 那这个是比较狠的说法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金管会会要求 要更名为非投资等级 在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信用平等那么好的公司 也就是虽然我们表面上领到它的 配息配的还不错 但只有可能配息来到本金 配息来自于本金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有一些注意跟提醒 对我们先讲到高收益 其实这是一个翻译的 因为在国外的话叫high yield high yield就是一个高值利率 那么高值利率我们就把它翻成简称叫高收益 但是这个中文就容易让人家误解 好 那为什么这些也有人叫做 这个所谓的垃圾债券 或者是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我觉得垃圾债券呢 比较太笼统了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没错 还是有一些比较基优的学生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在定义上面 主要是根据这个 债性平等机构有三家 就类似像我们李博这样子 是属于基金平等公司 他们是属于债性平等公司 包括的标准普尔 惠玉跟穆迪 那么其实就是以这一块 当作分水岭 在左边这一块 也就是在BBB以上的 这些都是属于高投资等级 或中投资等级 都是具有投资等级的债券 那么从BBB以下这一块呢 就是属于我们讲的非投资等级 所以如果说你投资的政府发的债券也好 或者是企业发的债券也好 经过这些债性平等公司 平等是不管是BB或者CCC 这一类的呢 都是属于我们所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这边就 我们这边就有定义 投资于信用平等未达BBB 也就是这个分水岭以上的 不是投资这边的 而是投资这一块的 就是所谓的非投资等级的一个债券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格很重要 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 就一样反复看三遍 然后呢这个表格要延伸出来 一个意义就是呢 当我们今天买了高收益债基金 就像志源刚刚提醒大家 我们不需要一杆子打翻一艘船 你可以拿到基金月报之后 你进一步去了解去看的是 那我买的这个高收在基金里头 有多少是低等级 或多少是极低等级 那如果说低等级比较多一点点 甚至它有一部分呢 有些这个债券是复合债 那甚至有一部分是所谓的 一个中等级的话 好像就不用那么担心 可是呢如果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在极低等级会有这种基金吗 也有 我印象中 因为你只有 如果他投资在这一块代表是什么 他想要赚更多的这些 所谓的固定收益 但是呢我们要讲 这一块是会变动的 也说你投资的基金 也许这一档这个企业 或者是这个公司 或者是所谓的政府 它一个投资等级 原本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跟考试一样 它是会进步的 如果说一段时间 它不断的在债性的部分 比如说它产还的时间 或者是它的一个频率也好 都达到标准的话 其实它会慢慢的在 投资等级上面慢慢去进步的 也许它会从所谓的非投资等级 进步到投资等级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看 就是说 当然了 我觉得是说不要投资太低等级的 因为的确来讲 风险就会还是比较高 最好还是这一块来讲 是会比较好一点 但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不用记 其实呢 我觉得你只要把这个分水岭 知道是这三个字 BBB BBB以下的 就是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券 那么你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投资组合的配置 其实你多数在基金月报里面 都是看得到的 对 没错 我印象中 像那时候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 打美航空 一堆航空公司 都被打入非投资等级 可是没有想到 随着疫情慢慢慢慢的控制住 而且他们的信用平等又慢慢回来了 对 没错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氏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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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